民眾直接疊起人牆翻過立法院 就在立法院26號上午審查婚姻平權民法修正草案同時 場外反對法案團體用行動直接表達訴求 認為婚姻平權在社會尚未達成共識 希望法案立刻停止審查交付公投 這個法案將如何影響我們的教育 教材影響我們的孩子婚姻家庭的觀念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任何的評估 我們根本是在盲目修法 反同婚團體認為同性婚姻開放攸關後代子女教育問題 抗議修法過於倉促要求立即停止審查 並拿出民調數據指出由於有多數人支持公投 希望能交由全民決定 而另一頭挺同婚陣營氣氛相對和緩 彩虹旗依舊飄洋在會場 他們多數支持有美女委員的版本 認為修改幅度最小也最符合同志朋友的需求 全民公投的話對於基本人權來說是不適用的 就是因為這是在保障 就是像是男女啦或者是宗教等等的基本人權 所以不應該是交由全民公投來決定這樣子的事情 尤其是他剛好又是在社會上偏視少數人的權益 其實他們所提的專法這兩個東西 並沒有實質上的去做提案或是之類的事情 目前現在只有四個法案 這四個法案都是支持修改民法的部分 他們如果真的要提他們就真的提一個專法出來 但他們並沒有提壓 司法法治委員會十二點十分由主席尤美女宣布 婚姻平權民法修正草案逐條審查 各版本將送交朝野協商 法案送出委員會後挺同團體揮舞旗幟歡呼 反對修法民眾則改轉往總統府前抗議 民先兩樣情 記者諸古改立地 陸陸美女法院採訪報導